大家好,我是莉子 今天太阳好大啊 但是其实今天很冷 今天是12月19号 我们到一个小商场来和圣诞老人合影 这是胖达的第一个圣诞节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很多美国家庭有这样的圣诞节传统 就是让孩子和圣诞老人合影 他们把这些照片送给亲戚朋友 也算是孩子成长中的一个纪念 一般在购物中心和商场里 都有圣诞老人驻扎在里面 和他合影就算是节日的一个必备的活动了 我们专门选了在周中的时间 避免排队 商场的规定是这样子的 所有的小孩子都可以去圣诞老人的怀里抱抱 但是如果家长要用自己的手机或者相机拍照的话 需要在红地毯的范围之外拍 这些都是免费的 红毯范围之内 只能用商场自己的摄影师拍 你们也看到了这个红地毯的范围相当大 它的位置角度才会比较好 拍出来的照片效果也比较好 圣诞老人一般经典的装扮 就是一身红袍 一个白花花的大胡子 再带着花劲 瓷梅扇木的 然后坐在一张大椅子上 它们拍出来的照片根据你最后选出来的数量和打印的数量 一般在二三十元到五六十美元不等 据说圣诞老人是商业化炒作的产物 其实与圣诞节最初的起源没有什么关系 在1931年到1966年间 可口可乐公司在每年的圣诞节都推出以圣诞老人为主题的广告 就使得这个圣诞老人的形象深入人心 经过这么几十年的熏陶 圣诞老人也就成了圣诞节世俗化的一个大标志了 不过在胖达的眼里的话 什么都比不过吃饱饱了 我们今天跟Santa合影就完成了 小伙子在后面 使劲的撇嘴呢 那我们赶快回家了 现在的时间一点五十了 到家得两点一刻了 那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 小猪猪又睡着了 拜拜 感谢观看